荒野求生第五天 由于最近一直吃的都是虫子 身体没有补充到维生素 所以今天我决定去山里寻找一些野菜 从悬崖上面一直爬到了山边 终于发现了一颗野菜 这野菜是可以食用的 我们摘一点回去 又发现了蜘蛛 看那是什么 在找野菜的同时 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颗小蜜蜂 今天又可以吃到蜂蜜了 我得想办法把它取下来 还要防止被它盯咬 为了这香甜的蜂蜜 冒点醒是值得的 这就是今天的生货 我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这个就是大树西红柿 长在树上面的西红柿 野生的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和西红柿一样 当然就是非常的衰 水分非常的多 有老铁问我说 在野外肚子饿了怎么办 我们可以找一点蜂蜜 蜂蜜营养价值得非常的高 可以迅速给我们补充体力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太可爱 像鸡腿一样 蜂蜜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蜂蜜中的葡萄糖和果糖 能够直接被人体吸收 不会对肠胃造成负荡 蜂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食用蜂蜜可以补充生其所需的 B毒维生素 B毒维生素缺乏时 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皮肤炎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点蜂蜜 蜂蜜还可以促进形成代谢 还有杀菌的作用 吃了对我们身体非常的好 非常棒的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